两人瞬间就交锋到了一起, 楚灯的水火棍似洪流浩荡, 他周身都有浩荡的水火浮现,霸道而凶猛。 然而,无冤的刀盾却是稳如泰山, 轻易就抵挡住了一棍连着一棍的狂暴冲击。 一时间,双方竟厮杀得难分难解。 这一幕让斗战空间外上万关注此战的园巫界成员都有些难以置信。 在他们想象中,这一战应该是一边倒的, 至少是楚灯占据绝对上风才对, 可结果竟是势均力敌。 要知道,楚灯已是公认的第四元巫界中的最强存在之一, 是天阶成员的最大热门。 这个无冤,处于虚空最高处观战的魁梧壮汉星主, 眼眸中同样流露出差异之色。 他负责第四元巫界, 自然对整个元巫界一些顶尖天才都有所了解。 无冤是他最重视的, 可在他预想中, 无冤想要夺取天阶成员称号, 至少也要等到下次天地对决才对。 战斗空间内, 能扛住我的棍法, 那就再试试我的第三重棍法水火无情。 储灯神情严肃, 地吼一声完全爆发了。 滑,滑。 刹那间, 他的九条手臂都变了, 原本的战刀, 盾牌都变了, 取而代之的是九根长棍。 棍相比较于枪, 他少了几分锐利, 却多了几分厚重, 最适适大力尘世和杂。 一杂, 天地崩碎。 九棍齐出, 又是何等了得。 一时间, 他的威势之可怕, 竟完全压制住了吴渊。 哈哈, 来得好。 吴渊确实一笑, 刀法同时一变, 由刚才的狂暴变得无比内敛, 猎星刀点第七式, 大地苍茫。 第四层, 滑, 滑, 滑。 盾牌诡异莫测, 六道刀光厚重无缝, 四合两面盾牌组成了浩浩荡荡荡的, 大地。 轰, 轰, 轰。 双方闪电般的碰撞, 可局势一如既往, 厮杀得依旧难分难解。 楚灯烧战上风, 可处于下风的无冤, 却坚韧无比, 防御的堪称滴水不漏, 不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 双方厮杀得狂暴。 随时间流逝, 其他一场场战斗结束, 几乎所有观战者的目光都落到了这一站上。 楚灯一就在进攻, 无缘依旧在防守。 不知不觉, 双方已厮杀数千回合, 其他一百多场战斗进阶结结束, 只剩下这最后一站。 这时, 所有参战者, 观战者, 都已无比安静地盯着这一站, 震撼莫名。 论功, 楚灯已功到极致, 却依旧奈何不了无冤, 反正在一次次进攻中, 生命原力剧烈消耗。 反观, 无冤, 他就如同一座山峰, 屹立于此, 给人一种不可撼动之感, 刀和盾的配合, 堪称完美, 足足大半个时辰。 忽然, 翁一股无形力量瞬间笼罩了整个战斗空间, 将激战中的无冤, 楚灯同时压制住了。 楚灯, 生命原力消耗超过八成, 输。 此战, 胜利者, 无冤。 近乎机械般的冷酷声音, 回荡在战斗空间中。 楚灯的眼眸微微泛红, 似乎有些茫然, 不敢相信自己会输。 天阶成员, 注定只会一位。 所以, 在最为残酷的轮战中, 只要输掉一场, 再想夺取天阶成员称号, 将难如登天, 更要看运气了。 楚灯, 承让了。 无冤微微一笑, 他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冲入了一旁的静修室, 后面还有几轮战斗, 必须尽快恢复生命原力。 而楚灯站在原地足足一息, 输了, 就是输了。 楚灯低声呢喃了一句, 化为流光进入另一处静修室中。 他心中明白, 这一战, 输得冤枉, 也输得不冤枉。 冤枉在于, 自始至终, 他都占据着上风。 不冤枉在于, 他的确没能击败无冤, 而生命原力的雄魂程度, 亦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时, 一直观战到最后的十余万元污界成员, 却是完全沸腾了。 冷门啊, 楚灯第一天就输了, 绝对是最大冷门, 该死啊, 亏我还花一神惊买了他能赢下天阶成员。 毒狗, 不得好死。 无冤竟能赢楚灯, 他明明处于下风, 竟活活耗死了楚灯。 一群蠢货, 一看你们就没见到无冤当年在第五元污界怎么赢得。 当年他就是靠极致的防守, 打得第五元污界的一群地阶成员没脾气。 星辰知道善手, 论防守, 无冤恐怕是最强的一位, 其他人麻烦了。 楚灯都败了, 谁能拦住无冤? 他才修炼不到百年。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第四元污界的天地对决吧, 就要冲击天阶。 无数观战的元污界成员都为之惊叹, 污修最是佩服强者。 此刻, 在这些元污界成员心中, 无冤, 毫无疑问就是他们这一代中的最强者之一。 真是逆天。 我修炼不到百年时, 才刚悟出了中卫真意一众, 这无冤恐怕都达到了中卫真意三重。 这是什么修炼速度? 和这样的天才处于一个时代, 简直是悲哀。 那十余位原本有志于冲击天阶成员的爵士天才, 此刻都只觉头皮发麻。 他们都见到了刚才的战斗场景, 没谁有把握能击败无冤。 修炼不到百年, 就达到星辰真意三重。 续空中观战的魁梧壮汉星主同样为之惊叹, 这种进步速度比之前更快。 或许比不上长虹将还那几位妖孽, 但将来坐稳第一元巫戒前时, 怕都有希望。 他暗自嘀咕着, 得上报了。 天阶? 很有希望。 魁梧壮汉暗自摇头。 修炼不到百年, 就夺取第四元巫戒天阶称号。 平均十万年, 都难诞生一位这样的天才。 可惜只能使用星辰之道, 否则三刀劈死他。 五元盘稀坐在玉台上, 一股股奇异力量正涌入体内, 不断恢复着生命原力。 十五年前修, 虽炼体本尊的半数经历都用来研究真玉, 万寿, 星辰这三条道的融合。 可不知不觉中, 也已将星辰之道推演到了真意三重层次。 这, 就是星辰道体, 配合强大神魄的恐怖之处, 令吴渊的进步速度, 似乎比过去更快了些。 实际上, 吴渊炼体本尊战力, 虽比不上炼起本尊, 但若全力爆发, 足以轻易横扫第四元巫戒的天才。 只会比当年沙纳群仙电天才更轻松。 不过, 仅已星辰之道奥妙, 也足够了, 现在得低调点。 吴渊暗自嘀咕, 等成为上巫, 再爆发不迟。 一旦成为上巫, 即使雷宇神殿有所察觉, 想要透过时空因果击杀自己, 都会非常难。 不过, 选择修炼天阶元术大巫神体, 的确没选错。 吴渊暗道, 这三十年来, 吴渊一直在琢磨各类元术。 山河境, 能选择修炼的唯一一门天阶元术, 在精神中考虑后, 吴渊选择了大巫神体, 算是星辰真身的进阶元术, 可令身躯进一步壮大强化, 宛若法宝般。 天阶元术, 每一门都堪称大神通, 即使天巫天神们选择起来, 都会无比慎重。 像二等, 三等根基, 至多修炼两门, 这是神功身躯承受的极限。 即使一等根基, 亦最多修炼三门。 而每门天阶元术都博大精深, 深奥无比, 若无法修炼至高深处, 不能契合自身, 唯能或许还不如高阶元术。 大巫神体这门天阶元术, 若想要修炼圆满, 必须悟透生命之道, 却是和吴渊完美契合。 星辰, 万寿两道结合推演, 短短数十年, 令吴渊轻易就修炼到了第三重圆满。 身躯之间人, 都已近乎二品灵气。 哪里是一个楚灯能撼动的? 除非是导致感悟达到中卫真意四重, 或下卫盗玉四重。 吴渊暗自嘀咕, 否则应该没谁能拦住我。 时间流逝, 转眼半个月过去, 如同吴渊自身所预料的一样。 两百多轮战斗下来, 虽有好几场战斗看似陷入苦战, 实则波澜不惊。 最终, 吴渊以272战全胜的战绩, 台名第一, 顺利夺取第四元污戒天阶成员称号。 这一道消息, 整个污戒最高层几位知晓吴渊身份的大人物, 像血影星君等, 包括知晓吴渊乃是污君弟子的后驱星君等, 都只觉理所当然。 只是, 对于不清楚吴渊底细的污戒上下, 依旧引发了一定波澜, 许多星君都记住了吴渊的名字。 很不错了, 他的进步速度很恐怖, 三百岁内应该有希望突破至星辰真意四重。 虽美法和姜桓, 以及衡阳仙剑那位爵士妖面名剑媲美, 比长虹也要略差些, 但也很不错。 将来也有希望达到我们这一层次, 众多污戒星君暗自交流。 哦, 小师弟夺取第四元污戒天阶了? 姜桓也收到了这一消息, 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些年, 他依旧在每年去指点一次吴渊, 吴渊的进步速度很让他满意的, 有越来越快的趋势, 不到九十岁就达到了星辰真意三重。 吴渊的另一位师兄长红得到这一消息, 同样为之吃惊。 显然, 吴渊的修炼速度超出他的想象, 仓风污界, 广阔无边, 在远离其中一方污洲的幽暗星空中, 一方眼于表层物质空间层的神秘世界中。 这个吴渊, 重点关注, 他的进步速度有越来越快的趋势, 果然和星君之前的推测一样, 他当年从衡阳仙界送到巫界来, 肯定有秘密, 将他的刺杀序列升至十八号, 着手准备。 他修炼不到百年, 应该还不会晋升至圣玉镜, 眼下已夺去了天阶称号, 大概率会开始外出生死闯荡, 一旦发现其踪迹, 立刻启动击杀机会。 作为最关心污界动向的雷宇神殿, 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消息, 更加关注起了吴渊。 一个山河静修士, 刺杀序列排名十八, 对雷宇神殿来说, 这已是极端重视。 夺取第四元污界天阶成员, 带来的震动不小, 更在第四元污界内引发鲜然大波。 不过, 并没谁将吴渊和冥剑联系到一起, 毕竟双方显露的道并不相通, 且就表现而言, 民剑的天赋要高出太多太多。 一位疑似先天一等先机的爵士妖孽, 说他是吴渊的炼器本尊, 几乎没人会信, 概率太小。 第四元污界, 吴渊的虚空大陆, 等元塔内, 在道之圣殿中, 接受了一次生命法则传承, 有所触动, 对真玉之道的感悟倒是更进一步, 只是对生命法则依旧很模糊。 吴渊暗自叹息, 结束天地对决, 他再度沉浸于修炼中, 面对生命之道的瓶颈, 吴渊选择道之圣殿, 用掉了夸斥师尊给予的一次机会, 只是现实告诉吴渊, 道之圣殿, 某种意义上和林仙格的乾坤神碑一样, 只能引导修仙者修炼, 并非万能。 生命法则, 生命, 吴渊在竭力回忆, 参悟, 推演, 只是收获却很少。 忽然, 嗯, 吴渊眼眸微动, 身形一动就飞出了本源塔, 不远处, 正是红袍女子, 岑江以及几位恋须语士, 他们正恭敬后着, 主人, 你让我前往原屋大陆接收的宝物, 都已经接取到了。 岑江恭敬道, 藩长递出了数枚储物法宝, 这是宝物, 还请主人查看。 吴渊伸手接过, 神念探查, 储物法宝表层有着禁制束缚, 必须有相对应的解除禁制之法。 而通过屋镜购买宝物的吴渊, 自然知晓禁制之法。 迅速地, 吴渊就将四枚储物法宝认主, 烙印下了生命气息, 同时初步检查了内部宝物, 基本没问题。 行, 先下去吧。 吴渊到了聚, 玄机化为流光, 重新飞回了本源塔内, 留下岑江等人。 地仙, 你说主人购买了什么宝物? 刚才在原屋大陆, 竟是上仙前来送货, 因为练须语试忍不住小声道, 恐怕是中宝吧。 别多嘴。 岑江皱眉道, 记住, 我们乃是绝对忠于主人的奴仆, 主人潜力惊人, 将来注定会成天仙乃至是伟大的兴君。 外界要窥伺主人秘密的, 肯定不少。 别怪我们没提醒。 岑江的目光, 扫过身后的三位炼虚语士, 警告一位浓烈。 明白。 三位炼虚语士郑重道, 他们都立下过誓言, 堪称是绝对忠诚的。 只是, 有时泄露秘密, 并不一定都是有意, 更有可能是无意中泄露的。 本园塔内, 无缘少见的没有盘膝静坐, 而是站在虚空中, 望着眼前的四枚储物法宝。 嗡! 无声无息, 大量的法宝就悬浮在了虚空中, 有战铠, 有头盔, 战靴, 护臂, 战刀, 盾牌, 锁链等等。 整套上品灵宝, 单继共62件, 基本齐备, 共花费了约100神经。 无缘暗道, 他开始一一炼化。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即将进行生死冒险, 无缘自然要进行万全准备。 为何要夺下天阶成员称号? 因为在已得到过传说级住基宝物的前提下, 第四元巫界天阶成员的奖励是两万神经, 这是一笔足以令许多上仙都要眼红的巨额财富。 这样的财富够无缘购买大量宝物。 法宝, 对无缘来说, 上品灵宝就是极限, 绝大部分地仙 也就拥有一两件上品灵宝作为主战法宝, 哪能像无缘这般奢侈。 至于仙气, 随便一件下品仙气, 就要上千神经, 以无缘现在的法力, 即使有仙气, 也发挥不出太大威能来。 迅速地, 将诸多上品灵宝全部炼化, 其中有好几件是为小黑专门准备的。 主人, 好宝贝, 好宝贝呀! 小黑颇为激动, 他之前拥有的隐蛇与之类法宝, 早就不适合现在实力的战斗了。 而上品灵宝, 极数的战铠, 羽翼, 无论他多大的能耐, 都能发挥出威能来, 只怕能耐不够。 镇守神魄的上品灵宝, 紫云锁, 耗费三百神经, 无缘感知着眼前这一条紫色锁链, 略显虚幻, 神魄类宝物和寻常法宝不同, 想要发挥出他的威能来, 必须要神魄够强大。 幸而, 数十年下来, 无缘的炼体本尊, 神魄虽远不如炼器本尊, 却也达到了神石圆满层次。 使用上品灵宝, 够了! 这样, 寻常神魄攻击, 靠神魄防御秘术和神魄本身, 就能扛下。 无缘暗道, 稍微强先的神魄攻击, 就靠紫云锁了, 遇到一些大劫难, 就靠黑塔拾住了。 在无缘看来, 能不暴露黑塔的秘密, 就尽量不要暴露。 所以, 准备工作好做好。 哗啦! 紫色锁链飞窜着, 就仿佛虚幻地, 迅速进入了上丹田宫中, 环绕在了神魄本源四周。 神魄类宝物的材质, 无比特殊, 能够融入上丹田宫中。 上品灵宝战船星云战船, 耗费约五百神经, 无缘感知着其中一件 储物法宝内放置的战船。 这同样是保命之物, 以圆晶催发到极致, 最高能够以 十二万里一秒的速度前进。 躲在内部, 连虚圣域强者, 绝对无法撼动。 一旦完全爆发, 最高速度, 连寻常地仙都难追踪到。 虚空神符, 两枚, 共计一千神经。 无缘又迅速炼化了 购买的这两件宝物。 虽已对空间之道有所参悟, 但距离能够光速飞行还远得很, 眼下使用着这虚空神符, 保命能力非常好。 除战船, 法宝之类, 无缘还购买了一些移动阵法, 解毒丹药, 用以特殊环境下杀敌的浮露等等, 还有些污毒, 特殊兵器。 可以说, 无缘进阶考虑到了。 一一检查链化, 手段越多, 底牌越多, 将来面对强大敌人时, 保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最重要的一件宝物, 无缘目光落在了最后一件储物法宝中, 它心面移动, 滑, 一道紫袍身影飞出, 落在了无缘面前, 它的面容精致美貌, 皮肤光滑雪白, 紧闭着双眸, 似是生命, 却少了一丝灵动活泼。 练化, 无缘神念涌入, 迅速探查至紫袍傀佳儡的内部核心, 解除静置, 认主。 呼, 原本沉睡的紫袍身影, 猛然睁开了眼, 冰冷到了极点, 紧跟着目光扫了无缘, 气息就完全收敛, 眼神更是得无比温柔。 拜见主人, 紫袍女子恭敬道, 从今天起, 你就叫暗月吧。 无缘微笑道, 这是她早就想好的名字。 是, 暗月点点头, 暗月定会竭尽全力, 誓死保护主人的安全。 无缘轻轻点头, 暗月乃是一尊强大的傀儡, 擅长风之道, 祭出法力媲美地仙九重, 导致感悟媲美地仙高阶。 以神经为能量源泉。 简而言之, 暗月一旦爆发, 论实力足以, 媲美地仙九重强者, 击杀寻常地仙地乌不成问题。 实力如此恐怖, 是无缘深思熟虑后, 专门为自己准备的一重杀手锏。 暗月的实力强大, 绝对忠诚, 更有自主思维, 不必像寻常傀儡那般专门控制, 操纵战斗。 因此, 它的价格也高昂地不可思议, 整整耗费了无缘一万两千神经。 为保证暗月的战斗力, 无缘还单独为换取了两千神经, 用于它补充法力。 可以说, 无缘现有的大半财富, 都砸在了暗月的身上, 但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至少, 上仙之下, 无缘基本都能从容面对了。 至于上仙, 无缘根本没指望现在能对抗上仙, 法力基础差距太大, 太不现实。 至多试试, 能否用虚空神符等宝物逃命? 不过, 如此重重手段, 我仅仅子辅静, 青铜不朽令的不朽之地, 应该困不住我吧。 无缘暗道, 一切财富, 紧接换成能发挥出实力的宝物, 这才是正途。 时间一天天过去, 无缘在本源塔中, 逐渐练化、 运养, 熟悉着一件件宝物, 练体本尊的整体实力在不断提升。 转眼, 据第四元巫界天地对决, 已过去两个月, 再告诉岑江他们, 自己将要在本源塔内必死关,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后。 无缘, 伪装成一普通的山河静修室, 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第四元巫界, 也离开了苍峰巫界。 第一站, 42号巫仙战场, 无缘选定了目标, 这十多年来, 他心中念念不忘, 想是一世血雾积累到上限, 能否令黑塔诞生出血圆珠来。 42号巫仙战场, 同样是低阶战场。 战士千山, 你好, 欢迎你来到42号巫仙战场。 高大魁梧的黑甲战士如此说道, 无缘微微点头, 千山, 是个好名字。 不同的低阶仙巫战场, 大同小异, 早已通过练器, 本尊熟悉过环境的无缘, 没多犹豫, 直接降临了这方战场的主大陆, 正式开启了炼体本尊的杀戮之语, 和炼器本尊当年没有本质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杀戮效率要低上许多。 不过, 所谓效率低, 也只相对于炼器本尊, 仅仅一年半后, 战场主大陆, 一片苍茫山脉腹地, 战士千山, 恭喜你, 成为九阶战士, 获得以下权限, 无缘收到了污境中传来的特殊, 通知, 只是, 他心中并无一丝喜悦。 果然啊, 血缘珠, 似乎是炼器本尊独有, 炼体本尊, 即使获取血物达到上限, 依旧没有更多变化。 无缘正观察着上丹田宫中, 那浩浩荡荡的血物, 既无法诞生血缘珠, 继续留在污仙战场, 意义不大。 时间所剩不多, 是时候前往清零仙界了。 出宝底第二张, 加更四万月票六分之五。 最后几天了, 求票, 求票。 凌文质仙跖道长, 序话都送领 circular,